美猪明年元旦要进口台湾 花莲县政府推广台湾猪产地标章 只要确认为农产预销公司登记屠宰猪 就会给摊乡认证贴纸 花莲猪台湾猪的双标章 让民众自由选购国产猪肉可以吃得安心 因此县议会副仪长潘岳霞 特别和水宝局花莲分局 还有预理证民众服务社协助商家 来办理申请认证使用国产猪肉标章 美猪明年元旦进口台湾 花莲县政府推广台湾猪产地标章 只要确认是农产运销公司登记屠宰猪 就会给摊商认证贴纸 花莲猪台湾猪的双标章 让民众自由选购国产猪肉吃得安心 一般民众不知道怎么去申请这个台湾标章 刚好我们现在主动来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申请书 那到时候会帮你主动去到你们家 把这个你们填完的资料之后 会主动去寄到你们家 那你们就不用 因为大家生意都很忙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刻意再去跑一趟啊 或怎么样就可以直接 把这个标章寄到你们家来 给你们提供使用 所以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特地跟花莲水保局 以及预理证民众服务社协助商家 办理申请认证使用国产猪肉的标章 希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如果说有人要申请的话 找我们预理民众服务站 我们刘秀申理市长 经议会这边也会全力帮忙 希望我们我们季节来租 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使用到 我们的台湾安全福利的一个食品 花莲总共有96家养猪场 每天屠宰大约有340头猪左右 没有外线市的猪肉 供货也稳定 产地标章需要由餐饮业者认证申请 基本上只要认定标章 就不会吃到莱猪 又能够支持在地养猪业者 记者高松霜预证采访报道 记者高松霜预证申请